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死你都不去 要跟你说 你行为啥呢 就我这么冰雪聪明 美丽可爱 你姐夫从来都舍不得 动我一根手指头 那咋这样 一般都是上刑剧 调个嘎嘎嘎嘎嘎嘎 你就是这样 我这不是为工作操心吗 你说咱们给大家 介绍这么多对象了 到现在我可以说 我迷离了 坦白了 干啥 坦白 你现在走得满满的 就负能量明 咱这工作多好啊 成天就是给人介绍对象 介绍成了多有成就感呢 你还迷离 你咋不走丢了呢 我就觉得现在 我越来越搞不清楚 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了 你说给他们介绍对象 一问没啥要求 一介绍都相不动对方 哎呦 我太难了 要不咋说你岁数大呢 这明显就是有代沟的表现 你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 你知道我也有代沟 但是我去学习 我了解他们 你知不知道 现在好多年轻人呢 他就是这样 自己呢 你说他没目标啊 不明确也好啊 还是怎么的 就有个说法 就无欲一族啊 没有欲望你知道吧 你说他干啥呢 都提不起兴趣 就这帮年轻的 你别说让他自己说 我这个心里咋想 他自己他都说不出来 你说咱们能明白吗 但是咱们工作还得继续啊 还得给他们找啊 那你说接下来 再有相亲的这些嘉宾 我们按哪个方向 给他们使劲呢 咱们工作就是干这个的 人家过来巴巴全说明班 用你找的吗 所以你得咋办 有句老话没听过吗 扫地扫情歌 听话又听银 你不懂吗 我听过 你跟他多聊啊 是不是多沟通啊 问问他想要啥 或者说他有什么想法 咱们这边呢 别人往正确的方向上 稍微一引导 你看这不就起活了吗 你可得了吧 别在这块给我花大饼了 今天来这个嘉宾 女孩二十三岁 你说他需要找啥样的 那今天怎么来的啊 我坐公交 坐公交来的 最近这阶段 基本都复工了 你们那复工了吗 没有呢 那你之前掀过亲吗 没有 没掀过亲 那你今天 对男嘉宾有什么期待吗 就期待他 可是我喜欢有类型的 相亲主角 刘悦二十三岁 酒店总机 月收入两千元 你好 你好 这是你嘉宾刘悦 你好 这是男嘉宾胡帅 你好 好 那咱们就进里边坐下谈吧 相亲对象 胡帅 二十五岁 音乐老师 月收入五千元 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 你先来 我叫刘悦 今年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六 居住长春 从事的是酒店总机 男生呢 我叫胡帅 也是居住在长春 然后 今年二十五岁 然后是在 学校做音乐老师 人挺好的 长得也不错 女嘉宾挺开朗 挺活魄 挺爱笑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 那个 你是什么学生 学生 读大转 然后没读完 哪个学校 优势 不是哪个学校 是东北师傅 东北师傅 是哪个学校 总也说 那时候小时候 老师给我把我都讨论 叫东北师傅 属第一中学了 我也忘了 在哪儿 他在路园 那个有一个 是专科 就是培养录师 没读完 家里有事 那情有可原 那你这个 没有想过 从事教育方面吗 不长大 因为我越大老师 我越不成熟 当老师不成熟 当老师 跟家长沟通 和什么教育盘 都会越来越成熟 老婆越来越成熟 又幼稚 你那时候幼稚 我教的孩子都不大 而且我教的小孩 五六岁的 我也教过 五六岁上至十三 不是 五六岁上至十九 因为我考的 幼儿那方面也教 音乐这方面 肯定是有幼儿启蒙 我父亲是老师 他是音乐老师 我家三个姐 我有三个姐 我三姐是 吉利师范比业 他也是老师 对话汉语 外语 然后二姐呢 现在是早教 也是教育 上个学 小学呢 我拜 初中呢 我三姐拜 高中呢 我跟我三姐都能拜 然后在这里边 如果有数学语文方面的 那个主声不懂的 那会我忘 然后呢 等到那个高中之后 基本就考大学了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家属于一条龙 教育一条龙 教育一条龙 胡帅一上来 就把家里的文化背景 详细地介绍了一下 这样一对比 刘月儿在学历方面 就显得有点暗淡无光了 胡帅说得热闹 姑娘却陷入沉思 面对胡帅的自信 和滔滔不绝 刘月儿会不会不是心思呢 学历上的差别 会影响俩人的沟通吗 你老师 我学历确实低点 学历不代表学识 就是不一定学历低 就学识就差 你现在月工资是多少 我们工作低 我们工作去 个目前是两千多 两千五有吗 这个我想想啊 早说的 这个倒是难为我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 这个确实是差 不太够 够到我的想法 还是需要继续努力吧 我这工资有那么点 不是不是 工资是固定的 但是工作可以努力 不一定非得死磕 酒店管理 你可以 想想别的 这个东西 对呀 想想别的 就刚才说的教育 当老师 就是他收入 肯定是会比了 他会比 那个酒店会高一些 那付出的也多 我那时候虽然 工资今天火 是很少的 是 我也喜欢这种 我还希望工资 工资多 我付出得少 那工资的一根 我没有办法关系 办法相关系 是领导给开的 又不是我定的 我工资兴趣在这呢 每天就打打报表 然后打个电话 就开这点钱 已经够了 不能养贤人 我要求他 挣多少钱没有必要 但是挣多少钱 是能力问题 你看这个胡帅 嘴上说 我不在乎你什么学历 但是心里 非常质疑 刘月的能力 你别看这小伙子 你眼瞅就搅着 这小工资 是不是学习不太好啊 学历也不咋高啊 这是人家工资 自己不在乎啊 你学历高 跟我有啥关系啊 就是啊 我也没被你查到 我师父咋的呀 我该看不上你 我还看不上你啊 对呀 再说我对你 那没啥要求你 凭啥对我有要求啊 其实这就难办了 你说你要真有点什么要求啊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要求 去给你找 你说你没要求 你让我们怎么找怎么办 你别总是抱怨 方法我不都教你 刚才不都说了吗 把刘月找过来 之前不出过对象吗 咱问问 你之前这些前任 你出过几个呀 哪个出的时间长 哪个出时间短呢 出时间长 为啥出时间长 黄了分手了又因为啥 然后咱们再一个分析 不就知道他想找啥样的 对 那你那个第一 最开始那个出的第一个对象 是什么时候 去年 去年 多长时间 就出半年了 那时间也还算不短 不太短 那是在工作稿位上遇见的呢 父母介绍了 最后是什么原因 就分手了呢 相处之后了 父母就会觉得我俩不合适 那时间对象派能给我花鞋子 那东西不对 挺宠的 真好 这好男人 给我买化妆品 然后给我有时候 我要有工作忙 哪个人吃饭 都帮我另外卖 帮帮帮帮帮啥的 这些我觉得好像还挺正常的 但是在父母眼里 就是觉得儿子花点多了 那他大概就是 平均每个月 就是在这方面 能给你花多少钱 看买啥化妆品的话 那确实不约再三千多 一个月吗 不是 还是一共呢 一共的话 我想想啊 算这半多 算 那对 算化妆品的话 也就 三四千差不多了 刘月儿第一段恋情 因为前男友 给自己花钱太多而终结 要说情侣之间相处 谁给谁买点东西 谁请谁吃个饭 都是常有的事 但是每次花多少钱 就得因人而异了 像刘月儿这样的消费观念 胡帅能接受吗 三千块钱化妆品 我是不可能给买的 不可能给买的 化妆品你 你差不多能用的 这个消费要理性消费 你一下买三千块钱化妆品 我也用 但是我用的不足 我觉得用差不多就行 那三千五千的这样买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理性了 消费 总买这些这个生活就 那是总买 那是一套三千 对 一套三千用半年 半年没问题 一套三千用半年没问题 你这一年才用六千块钱 一个月公司的事 没事 这都没事 那你再找对象 还是想找一个 就是能给你 买化妆品 那都不用 那是虽然心愿 人愿意买 可以接受 我觉得给女朋友花钱 这个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房贷的情况下 五千块钱怎么分配 一千块钱可以 给到那个 结婚之后 一千块钱可以给到 女方 就是你可以用 然后另一千块钱 或者是两千块钱 那个 那个一起用 说父母用都可以 然后还剩两千块钱 我自己用 就是这样 我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自己的钱 你自己用 我不干涉 你随便 你买啥都行 那其实他喜欢我 代表就是 爱我有方式 一个人 一个爱的方式 我觉得你 这个代表了 你对女孩的爱 但是我可能 爱的方式 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在生活中 多关心 然后多拨通 然后搞一些小梦漫 这种大梦漫 确实是 如果单纯的就是 他也说了 是半年一次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能接受吧 胡帅坦言 刘月的要求 并不算高 但是这事的分人 起码在目前看来 他是不会接受 女朋友这样消费的 那么胡帅 目前的经济压力 真的很大吗 还是这只是一个 没相中的借口呢 我可以给你花钱 但是呢 我这个人 是比较独立的 我是不喜欢 别人管我的 在生活中的生活 男生 我觉得应该 担当的更多一些 你自己争的 你就自己用 然后我 我挣的 我够养你 也够养家了 就OK了 经济大选 经济大选 不可能移到女生 我觉得这样挺好 最好自己的 不是 不是自己养自己 是我管全部 你不用管我就行了 我不管你 你的钱是 你自己花 无所谓 不花咋也都行 除非我是 我出现问题了 我这经济出现问题了 你可以支援一下 你该去 去万达 玩一圈 你去那个 活力城玩一圈 该玩就玩呗 该看电影就看电影呗 这东西不算浪费 这就是生活所需呗 生活要点浪漫 你不得花钱来 你还能 你这直接就那啥 天天逛公园 空手 也不行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不止 该花就花 没事 看来胡帅不仅 善于教书育人 就连工资怎么花 都规划得明明白白的 经济独立 也许是未来 年轻人相处的趋势 胡帅这样 有计划的花销 没毛病 刘月儿也没啥意见 就在我们以为 两个未来的经济问题 解决了的时候 胡帅接下来的话 可是让刘月儿 大微不快 主要现在还房贷 现在有点压力 那换刘月房贷 营月四千 四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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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五千 你过着哪生活 就这么生活 还有家里 家里给拿一部分 我父母 四千亿 还剩九百 那你终于想过没有 那如果说你 还多少年房贷 因为还房贷 还得还20 我这是带30年的 还了多少年了 还一年了 二十九年 三十年的就算了 这个父母也不能 一直帮你还呢 对呀 所以我得 我得换工作了呀 去女房干嘛 她现在一个月 剩九百 九百呀 清亮就 又花了钱 付约吧 那我还得 贡献点 就是 现在 那你 那你东方是贡献很大 你贡献 我也还东西 你花啥呀 我花模样 我都买东西 还出房子 还出房子 对 把工资提到一半 我觉得他就想要找一个 能帮他分担房贷 然后以后过日子养孩子 然后几乎都是 媳妇出钱的 都类型的 他呢 当家 不是让媳妇当家 不是各块各的 就是 还房贷这会儿 确实有点 不大玩意 因为毕竟 你像 没写上我的名 然后我还跟他 还房贷 那属于婚前在这 小伙有意思啊 你看这规划的好不好 我这块 我有五千块钱 这儿呢 放一千 那儿呢 够五百 我给 有两千块钱给你啊 没问题 咱这 踏踏实实 我养你啊 没问题啊 后来呢 这五千 房贷四千 也剩九百块钱 你不跟我 在这玩呢吗 你别这么说呀 人家小伙子之前 有服务店呢 付啥店了 人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呀 在没有房贷的情况下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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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 那你要待这么老科 那我也会啊 硬着这么说吧 现在呢 我有一千万 在我中了彩票的情况下 完了我就 给你八百万 怎么样 他说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会老 假如我有一千万的话 我都给你 我不要 我不要一千万 你就给我一万就行 不给 因为我真有 你看那不就得了吗 不就这意思吗 跟这糊涂人的吗 那不 拿五千块钱给人家说事 结果竞胜九百 你拿着姑娘不识数呢 还是咋的 你不愧是老师 这家伙给写作文 这埋伏笔呢 又整铺垫的 你再这么干的吗 但是呢 我觉得哈 就是这个小姑娘呢 对这个胡帅呢 好像也不太反感 整个聊天过程当中呢 他都顺着他的话音走 你咋说 我就咋迎合 我咋配合 那不因为 还是这胡帅 那块写作文的吗 说我将来 你放心 我这公司 我还能提高呢 以后的事 谁能说得准 再有 你说小姑娘 一直顺着她的话茬了 那是懵了 她是老师对不对 对啊 老师给上课 你上课时候 睡觉干啥 睡觉了 那不就困了吗 给整懵了吗 可不整迷的 她说啥是啥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不行 咱们再给介绍呗 这回呢 咱们再给刘月介绍的呢 就不是老师了 哎呀 刘月可放得开了 那都快放飞了 啥意思干起来的 那你看吧 你好男嘉宾 你好你好 那个女嘉宾叫刘月 然后在楼上等着的 相亲对象 邵令君22岁 汽车维修工作 月收入5000元 我叫邵令君 来自吉林派史 今天22岁 我比较喜欢车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汽车维修 还挺眼睛的 觉得有 就是类似于像农村海 那样普知的一个 特征吧 觉得可以 就是跟她聊聊 一般长的身高 不太理想 然后身材也比较胖一些 那你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另一半呢 孝顺父母 然后也稍微跟我一样 喜欢小动物的 有爱心的 我比较喜欢 性格活泼一些 开朗 然后就是 校园复古类型 女嘉宾你有没有 特别讨厌的那种类型 酸眼的 然后喝酒的 西方比往上 没用 受不了 那就说 我得藏谈 真是怕啥来啥 在刘月明确表示出 不喜欢喝大酒的男神后 相亲对象 少令军区坦言 自己喝个七八瓶 那是成胎 这可让我们的红娘 羽童捏了把汗 这不明白 这是往白衣来漏吗 这小伙子 怎么这么不会露汗的 那你一般都总喝吗 半个月 一回半个月一回 基本上 但我喝酒 那连按照啊 我喝酒就是半个月 中间修半个月 然后就是 三天三天 连按照 那你的喝是 硬着我还是兄弟 朋友吗 就普通朋友吗 普通吗 就靠喝酒 都没加的 是吗 都没加的 没有加的呢 他们都不停喝了呢 你再叫下一位 有加也差不多 现在 我看 我大哥 他们都是 基本上都有加了 然后现在 也总喝 大力包呢 一箱差不多 那你进来 你找媳妇 是不是也找到 能喝酒的 必须得找能喝酒 就是夫妻俩大酒包 没成事 就靠喝酒听见 喝酒 出发言 那不行 抽烟 女的抽烟不行 喝点酒 你喝酒 我就抽烟不浪 我说你就可以 又烟又酒 就是大门 大门水 你喝酒 那是帅哥 对 那以后的钱也给你管呗 你当家 嗯 对 现在各家就当家 嗯 我家 我家 找酒肉来的 我家 我家有酒会 我爸 买酒 白酒 红酒 葡萄酒 啥酒 那帅哥我问你 那如果你以后 你买房了 连房贷谁还 我王贷 意思是 如果有酒就结婚了 你那钱全都对 对 平常 房 房 房子 听他 嗯 那以后 那以后 多扯金红账了 大家就租房子 然后 出身不住 怕听他 那 煮房子更好 是 如果是好样的 我可以保 如果跟他这样的 我就算了 我帮他还房贷 那边用了 就把我摔了 两个人 公日 出现 你说钱都存一起了 然后拿出来也是 那不就跟AA 是差不多了吗 存钱往一起存 花钱一起花 那我就跟AA差不多了 哎呀 这小伙不仅是不会露坑的 更不会察言观色呀 本来说到喝酒 姑娘就有点不愿意听 紧接着是大男子主义 花钱AA制 这些想法都脱口而出 这姑娘眼瞅着就用爆发了 经济是什么状况 比如说 整个月 四千到五千 那 车压房有没有啊 车有没有房 不是我扁定一圈哥 因为我听到外面化妆 我也保管 你长得 不是正常就是 女孩应该醒的类型 你也不讲 三公斤 你没有房 你觉得你来讲 值得女孩一追 吃饭都AA 你觉得这么靠的男友 谁能要 在你看来 工资高是多些 不是工资高多些 你都把钱 一半跟人喝酒去了 你连首付 你首付分期的 还有那个 正常才没有钱 钱你都没赢 你还好意思 他结婚找喜欢 还得让媳妇花钱 来来顾家 那你直接 找个大馆 我富婆多好 我养你 一文钱都不用花 天在家坐着 房子东西嘛 全送不出 说男人送给你 什么 不啥呢 法拉利呢 这些个孩子 给我都不要 这项花 这项我说 我接受不了 男人还能喝酒 连家都不顾 男人也有 我都没想用 我嫁人是托付 托付自己后半生 不是找了一个 孩子我来要 喝酒还不要 那你这是喝酒吗 对吧 你刚才都咋说了 朋友找了出去 那媳妇这边 在进产房的 这边兄弟 走到喝酒去 走吧 兄弟喝去 那不是挺好的 那家人能这样吗 你说这挺好的吗 这还有必要吗 哥 那自己媳妇给你生孩子 你跟兄弟喝酒去了 十月回来 你生个孩子 你就 底部个兄弟情意了 那你这媳妇 你要有必要吗 对生孩子武器吗 我就是 这样的话听 大家听见 这哪有这样的 胡负责男人 这么说话呀 那哥你也有媳妇 你媳妇把孩子进产房 你还出去喝酒 你有信心吗 你会很高兴 你媳妇你生孩子了 第一个是孩子 你出生 二是 我媳妇里边很辛苦 那你爸 那你回家看看你爸 你妈说你 知道你爸在干吗 你爸是不是在产房外 交易等着 等着你出生 然后他关心关心 自己的老婆怎么样了 是顺产还是保护 孩子里 还是两个都有危险 倒是保大还保小 你这么说话 以后呢 你感觉我我生孩子 你父母都不在来的 你都不关心我 你父母能尊重我吗 自己的照顾都不在 跟他自己媳妇的 我出生了 爸我还在睡觉 那你随你爸吧 随老跟 男人是否跟他爱你 不是看到给你多少钱 你买多少礼物 就看到在你最为难的时候 他是在做什么 我感觉他问的话 就问得有毛病 我媳妇在产房里生产 然后我跑来喝酒去 那我肯定是不能 因为他问的话就有毛病 然后所以说就吧 刚才就小崩一样 我已经把差不多 对于女性有利的话 都已经说过了 他这话已经随时都听见了 对 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 他也要表达 他说在场各位女孩 见证了这小男孩 如果你能要想要 除非你家特别有钱的 你家能请得起 十个十个保护保护的 你可以考虑的 还是他一会 他越到上门呢 这更能花钱 说那以后 我花钱 我媳妇有钱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联系他一下了 如果你们要赞同我的观点 为了自己以后生活着想的话 我就希望你们能 深重考虑 因为一个产房 这已经看出来 一个男人对自己媳妇的爱了 他证明 你是否可以偷 偷付你后半生 既然你在产房 可能出身边喝酒 这个男人不可靠 不适合你们用后半生来 自己的性命来 为他生个孩子 不就最开始你说呢 叫啥词来的 迷离了 他埋了 就他迷离 我现在就有点迷离了 就是说咱们节目 当然了 这个很高端嘛 包罗万象嘛 覆盖面广嘛 是的 那也不带辩论的整出来 上来就不好说话 叮当的 干啥呢 这咱们这么长时间 我没见过这么不好 捞壳的 像这小伙似的 你见过吗 不是 你是没看出来 你还是装没看出来 咋的 小伙子 他就是没看着这个姑娘 他那不是故意的 他是金影的 哪有一见面 就这么捞壳的 上来就说颜值不够 要把说就这件事的小伙子 就不咋张人喜 咱退一万步说 说我真一大一二位没看上 以后跟他也不可能 见着一面拉倒 就是因为见着一面拉倒 你才应该把这个脸做足呢 你一万个不同意 咱除了既然已经约到一起了 话都不知道好好说几句吗 你不会装吗 再说暴提 你不会忍吗 你这 这么点事你都不懂 你除了你晃荡荡的 干啥 跟谁俩呢 那是 得有风度是不是 那对啊 该说不说 大卓我对你真是刮目相看了 我重新认识你了 因为之前呢 你总是站在男人的角度 说我们女人 这个那个那个 这个那个这个的 你今天终于知道 连相惜欲了 我很意外呀 我啥时候那样过呀 我一直是帮你不帮亲吗 一直都是连相惜欲吗 再说我是谁呀 你是谁呀 你不知道吗 话诱 外表放荡不羁 内心柔情思 美貌与智慧并重 英雄和狭义的化身 我 踏三山游五月 恨天无霸 恨地无环 带管巴里铺鸡周边 各存存真正的大英雄 大老师 你这 这么长时间 你就不了解我 我发现 全面吗 我觉得此处还得省略八百字吧 可以了 可以了 不管咋说 这个刘悦呢 我感觉 小伙都没看上他 弄努力 不至于烂手里头 还可以找着 这怎么说话呢 就那小伙 越那么对他 我跟你说 我越心疼 这事把我吃 我非得找力量 小伙不可 行 我还整不了这个 我 这个事你就尽心尽力地办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见 东北大叔来相亲 霸气侧漏有原因 他能否俘获女人的心 就是我后来当天掌钱 用人一把领导的 给我三分面 一面是引以为傲的讲述 一面是直言不讳的打击 大叔为何遭受 前所未有的语言冲击 他怎么理解是他的事 我能直来自续地说 是我的事 相礼相亲 东北自由歌的晚年理想 明天为您播出 想脱单没人选 相礼相亲帮您办 大龄单身青年 有过失败婚姻的单身男女 想在晚年找个伴的独居老人 只要报名参加节目 相礼相亲就给你签线 全程不花一分钱 相亲对象就能见 收获幸福并不遥远 相礼相亲帮你迅速脱单 相亲报名热线 0431-858-1-8607